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发射总指挥 体验发射直刻的紧张和激动 自己动手做一件防水衣 天然材料和高科技喷雾 谁的防水效果更胜一筹 新闻大求真 正在播出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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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哎呀 动静 你还没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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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斗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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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来 老子 多睡点啊 吃管肉 你都瘦了 你怎么不吃啊 吃饱了 啊 这叫吃饱 差这么多 你还可以整碗呢 老公 哎 自从上次从科普基地回来之后啊 儿子就会湿了魂刺的整天茶饭本司 你瞧了个 儿子啊 看见没 怎么样 你又 我有火箭了 我也有火箭了 小心 没事吧 来来来去来去 我的火箭 那我别哭了 妈妈给你做烤吃 我的火箭 我做东西去 别哭了 我给你做一个火箭 火箭 嗯 孩子 嘿嘿 爸爸就用 在厨房里能找到的东西 给你做一支小火箭 摆住 嗯 没有燃料啊 嗯 你看着呀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找一支可乐瓶 把这支可乐瓶装进行 刚才这三支笔以后呢 这就是个火箭 然后再把它拿过来 好 白醋放一边 切切来做的小苏打 苏打 小苏打是我们的燃料 要是我们的燃料 看着眼睛 我要去炸它 来 有衣服的 要是我们的燃料 要在这三个小子里面 那只要是我们的燃料 我们的燃料 可以出现了 是我们的燃料 看着我们的燃料 要是我们的燃料 我们的燃料 让我们的燃料 那是我们的燃料 我们的燃料 不能够消除了 要是我们的燃料 主要成分有醋酸 这两者一结合 它就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瓶子里的压力就迅速增大 产生了二氧化碳携带的泡沫 就从最薄弱的瓶塞树噴出来 形成反作用力 这瓶子就飞上去了 你们在干嘛呀 这谁干的 赶紧跑啊 幸亏没追上 好险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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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我了 爸爸 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儿子 这是爸爸的一个计策 你想想 我们要不被妈妈赶出来 我们哪有机会 再去科普基地啊 太棒了 想知道当一回火箭发射总体 会是什么感觉吗 想知道我国首台月球车 玉兔是怎样在月球行驶吗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我们一起继续探秘全国首家 新空主题科普研学基地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就是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 模拟发射区 我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 杨立伟乘坐的神舟五号飞船 搭载的就是长征二号F 我好想体验一下 这个发射的感觉是什么呢 来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有朋友们 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发射火箭前总指挥的口令 三二一 点火的神器的感觉呢 加油 那在发射火箭之前呢 我们要先完成这个火箭的拼装 拼装完成之后才可以发射火箭 我们要先点一下这个 然后呢再点一下 你要拼接的这个火箭 然后从这点一下 过来了 对了 哇 好棒 记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发射吧 三 二 一 四 哇 这是什么呀 你还能操控别的星球吗 可以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电脑呢 就是卫星操控系统的体验界面 这个卫星呢 是实时存在在宇宙中的 而且旁边的这些数据呢 也是从宇宙实时传达回来的 可是 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我们来问一下这儿的技术老师 让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颗卫星呢 是全国首颗由青少年创意 设计动手制造的一颗那卫星 就是我们的少年星卫星 少年一号 作为我国首颗教育共享卫星 于2018年2月2日发射升空 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它将为中小学生 提供测控真实卫星的体验 有望重新定义我国 航天科普教育场景 未来 所有建有卫星测控分站的中小学 均可以开设卫星测控科普课程 让学生在教室里 既能获得天地互动的体验 大家可以 选定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向卫星发送指令 它就可以进行拍照 而且拍摄的照片呢 还会发送到小朋友的邮箱里去 能看清上面这是云层 云层 下面如果没有看清 应该是大海 蓝色部分是海洋 太厉害了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说月球上面住的是谁 嫦娥 嫦娥的宠物叫什么名字 玉兔 我给你们看这个就是玉兔 只不过它是玉兔号 玉兔号是中国首辆月球车 以太阳能为能源 能够耐受月球表面真空 设置零下180度 到零上150度 极限温度等极端环境 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去操控玉兔号 还可以拍照呢 你看这个摄像头 是可以360度的圈圈 过来了过来了 看到我们呢 在这在这 玉兔号是中国首辆月球车 2013年12月 成功登陆月球 主要工作任务为探测月球的 地貌 地质 土壤 矿物资源等等 在两年半的回忆期内 向地球传回了大量的珍贵资料 玉兔号是中国在月球上 留下的第一个足迹 意义深远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像什么 大面包 李静儿 这个呢其实是登月航天服 但看起来真的是超重的样子 它的实际重量是120千克 240米 没准卖一小步就得好几天 航天员是不是都是地质男呀 对啊 航天员的身体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对啊 月球上的重力 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 那其实相当于等于40斤 40斤 这个是我们的舱外航天服 外台空它的温差非常的大 在阳光直射的时候 温度可以高达120摄氏度 被引起温度又低于100摄氏度 所以需要穿着这个专业的航天服 我们看到它前面这两台吸管子了吗 这个是一颗夜冷系统 这个夜冷系统呢 工作夜体可以在这个吸管子里面循环 维持体温的舒适 让航天员可以正常的工作 这一件啊是模拟我们航天英雄杨立伟 在神舟5号飞船之内穿着的汤内航天服 它是按照1比1的比例制设计制造的 它的实际重量呢是10千克 也就是20斤 这个呢是我们的高空跳伞服 高空跳伞是一项极限运动 是指高度在7千米以上的跳伞运动 这些硬科技就是光是看看就觉得好好玩 通过仿真的航天环境 让孩子对航天科技不再陌生和懵懂 让他们近距离直观接触航天科技 喜欢并热爱航天事业 来摸一摸地球吧 哇好棒 爸爸我今天太开心了 下次我还可以再来吗 啊 还来呀 老婆 你挪回去点我刷牙 那你刷 老公 嗯 急什么呀 听举伯说 今天有雨 今天带伞 没有 我有谁绕啊 每天都是这样 这么大的菜呀 还让我带伞 lin 啊 这个 还许像蓝天白 dei隐藏 晴空万 你突然抱负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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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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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伟爹 怎么斗死了我 还要不要惹心啊 回来了 我说说你带把伞去吗 我今天是跟谁杖上的 走走走来 可以洗洗吧 还洗 我现在看见水我就还我 都到家了 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我不吃 我睡觉 你 什么冷静 老公 楼上怎么说啊 楼上洗澡 忘了个水龙头 水都渗到咱们家了 这太不注意了吧 就是 是 亲死我 哈哈 从明天开始 我要全速补过 24小时防水 这套防水装备 这能行吗 各位同学生好 现在 不放一个通知 今天中午1点 我校4年级的同学们将向独南卫视新闻大成针栏目组发奇叠片5一防水测试提供 吸引感兴趣的同学们到场观看 给他们教育打气 诶 叶片鱼防水浮 挑战新闻大求真 你没听错 长沙东方红小学 一群热爱科学的小朋友 做了这样一件勇敢的事情 大家好 我们是 在佣华侯小学四年级 游游游三长的科学挑战 今天我们想向新闻大求真 发出一个科学挑战 就是我们在课本上学过的 荷叶这一类 荷叶上有许多小竖角 所以它很防水 所以今天我们想测试一下 荷叶它的防水性到底有多强 1977年 德国伯恩大学的两名科学家 通过扫描电竞 研究了荷叶的表面结构形态 发现荷叶表面拥有 微米乳秃结构以及蜡物质 能让水滴在荷叶表面上 几乎成球形并自由滚动 而这也就是能让荷叶不打湿的秘密 今天同学们决定 用有防水特性的荷叶 来制作一件雨衣 它们能成功吗 经过我们高层次的讨论 我们选择了它来为我们做实验 我们问了它 它说它愿意为我们的科学实验 划行下面我们谈访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理事 已经知道我吗 不是我的 那我祝你好运 现在我们要拨一点水 到这个同学的头上看看 它会不会失 我像水量有点不够啊 可不可以多拨一点呢 它是真的没撕 就是衣服它有时候拨水 它就水流不不大 是真的没撕 做过了防水的测试 同学们终于开始着手制作荷叶斗篷了 他们决定用双木胶 把荷叶一片片粘到斗篷上 衣服是做得差不多了 但是好像这个防水雨衣 似乎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个衣服它缝隙还是有很多的 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 我们把这个荷叶撕成小碎片 然后它小碎片就把它搞平 平的时候你就填上去 那这样就更好了 把一层荷叶连更多层 你把那些洞给剔破 我们可以拿一些小的荷叶 把那些缝隙全部补上 我们会抓紧时间 给这些缝隙补上的 面对东方工小学发起的科学挑战 西闻大手真栏目 决定派出邓男子应战 和孩子们做过 成百上千个不同的科学誌验的他 又将制作一件 怎么样的防水雨衣呢 虽然同学们设计的合意 雨衣时尚也很实用 但是幸好我今天带来了 秘密武器防水喷雾 绝对可以让我立于不败之地 它究竟有多么厉害呢 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首先这里有两只白鞋 我们在其中一只上 喷上防水喷雾 稍微晾干一段时间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来看看这只 没有喷的左脚 倒上水是什么样子 我们往白鞋上 倒上红脸做点燃料 非常明显 小红鞋就染成了 另外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喷过秘密武器防水喷雾的血 它会怎样 你看液体根本就不会停留在上面 也不会吸收到棉布的这一块里面去 液体似乎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停留 一淋到上面去之后就滑下去 两只倒上同样染色液体的小白鞋 一只已经变成小红鞋了 另外一只基本上还算是干净的 也许刚才还不能完全展示防水喷雾的厉害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更加极致的实验 我现在这里有两个透明的管子 两个管子的底部用纸巾封死了 是一个非常脆弱像谷一样的底面 我在其中一个面上面呢 喷上防水喷雾 先把它放到右边的这个框框里面 另外这个呢 我们完全不做任何处理 好 接下来我会往里面倒有颜色的液体 对比一下究竟有什么区别 先从这个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纸巾桶开始 好 倒进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声音比较闷一些 而且看到下面就已经开始破掉了 所以液体从这里露出来 而且我用手摸这里呢 纸巾它是湿润的红色的液体 好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做过防水处理的纸 同样高度 大家可以听得到倒进去的时候 对声音呢 跟这边是不一样的 这边明显感觉到 那个鼓的声音会更加清脆一些 好 整整一杯呢 全部倒完了 这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除了边上有稍微的渗水以外 这个地方是完全干燥的 我用一只干净的手摸一下 是完全干燥的 旁边略有水珠渗出来 但证明这个鼓面呢 依旧完好无水 超输水喷雾 是科学家们通过对自然界中防水植物的学习 研发出了一种对水排斥的材料 它能使水滴在其接触表面形成一层膜 从而保持水珠球形滚动状 以达到输水目的 而我旁边这个斗篷 将全部进行防水处理 两边的衣服都已制作完毕 到底谁能胜出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方红小学 而且我要接受一项特别的挑战 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昨天呢 我们有小朋友做了一件特别的雨衣 请问是哪件小朋友做的 好 那几个小朋友呢 极力推荐了一位特别的测试人 到底这位所有学生都推荐的玉老师 是何方人物呢 比赛开始之前 邓男子刻意去寻找了一下 你知道你们体育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知道 你知道带我去 咱们说玉老师的办公室在那边 等我一下 同学等我一下 老师您知道玉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吗 那边那东西这楼 那边楼是吧 好 谢谢您 您好 请问郁老师 您是郁老师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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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科学实验 找了小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件防水的雨衣 然后呢 学生们一致推荐您来做这个测试人 学生真有个习惯 对 您想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 我拍了啊 那样子拍了 给你看一下啊 郁老师 就是他胸一点嘛 然后呢 他是我们的郁老师 是个男子 还有我有点 郁老师 他能为我们的科学化身 他毕竟比我们这种不健身的人强 所以我是推荐要他为我们做这个实验的 好 觉得您这个身体素质特别好 可以要里面参加 愿意吗 可以可以 我们会 你想不想知道那件雨应该在找什么 你想看看吗 可以可以 学生做的吗 对 想问我们世界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郁老师 请他到的舞台中间来 我们两个分别来测试 您测试学生的 我测试我自己的 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玉老师代表你们战胜我 看来今天是以一抵百 好了 接下来大家请看身后 这里两个小小的玻璃屋子 我和玉老师两个人 将分别穿上雨衣 站到那个屋子里面去 这几根绳子里面 连接了一根大的水袋 我们两个轮流回答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的话 就要扯下一根绳子作为惩罚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灾难将会降临在 谁的头上 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好 我就问一句 谁比较帅 就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吗 没关系 你们没有人支持我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一定会赢 来 请 第一题 植物界中我们知道 河叶 芋头叶有输水性 哪动物界中 하고 有哪些动物的哪些部分 又有输水性呢 鸭子的羽毛 打对 自然界中除了荷叶 玉兔叶有输水性外 鸿鸡的翅膀 水里的脚 地鸡的掌心 都具有输水性 所以刚刚与老师答对了 邓男子接受惩罚 倒霉的邓男子 居然第一根绳子就被拉中了 水落了下来 但是好像除了脖子部分 其他地方都没有虚 刚才我第一题就答错了 但是你们别忘了 今天我们测试的 那并不是谁答问题答得多 而是看我们的影迹哪个更防水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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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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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个都有听说 所以我们不如 就这个 就这个 feel 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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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浴室湿了一点 对不对 对 接下来我们用这瓶水 来继续验证一下 大家请看我的大红袍 怎么样 好 我们再来裕老师这样实验一下 虽然两件衣服都很防水 但是邓男子应该是太有自信了 所以在喷衣服的时候 忘记了脖子的接口部分 给衣服留下了弱点 老婆这套防水装备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太难看了 能防水就行 你管它难不难看 你穿成这样 别跟我一块上街就行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 超值净化水设备的原理 我们请技术人员来进行操作 这里有700毫升的污水 我们第一步首先的话 是要加入磁种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训练剂 训练剂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训练剂的话就是使污水里面的这个玄弧物 形成这种小的续团 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小团 而且颜色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现在要加入我们的注银剂 注银剂的作用是在哪里呢 它就使这个小团变成大团 就相当于长的绳子 把小的续团全部抓起来 就是等于说玄弗物 由小团变大团了 对对对 真的 我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烧杯是浑浊的 但是我现在看到 已经慢慢的水变清澈了一些 我们看到下面有很多的悬浮物 已经都结块了 对不对 你看成团已经在这个烧杯底部了 好的 我们现在把磁铁放进烧杯里面 天呐 没有看错吧 来来来我们来看 只要把磁铁轻轻的放进去 这么快就吸了那么多的污泥 现在这里还有一点 我们这儿另外一个磁铁啊 我来试一次好不好 可以可以 直接放进去 好 我们稍微轻轻的搅动一下 好 拿上来 您可以看到这个磁铁的底部呢 已经吸满了悬浮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烧杯 哇 烧杯里的水清澈了很多 超磁分离水体净化技术 通过将磁种续凝剂 助凝剂加入污水中 使水体的污染物质 与磁种结合在一起 成为磁状 这时候 只需要通过高墙磁场 就能使磁状物吸附在磁盘的表面 使污水变成清水 而这些使用过的磁种 还可以进行再回收处理 重复使用率可达到95%